新北市民政局日前在三重的新北电竞基地举办替代艺法治教育训练 训练的内容首度结合了年轻族群喜欢的电竞游戏 邀请到了知名赛评J-Will分享从业余选手转当直播主的历程 目前在新北市服役的替代艺男约有一千多位 每年会定期举办四次替代艺男在职法治教育训练 今年民政局首度和电竞游戏结合 跳脱以往的模式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替代艺男能够了解电竞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也知道台湾这个电竞产业现在是很热门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新的学习 这次活动邀请到知名的主播赛评J-Will 他过去曾是业余的电竞选手 后来应援机会下转当了直播主 他将分享自身经历让听众更了解电竞产业 那今天的话是要来分享说我是如何从一个一般的玩家 然后慢慢踏入电竞这一块领域的过程 然后以及分享说现在电竞产业 他到底有一些哪些吸引人的地方 以及我们现在大家会想说 他到底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我们想说他的领域难道是只有电竞选手这一块吗 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不同相关行业的组成 所以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今天分享的项目 过去大家一听到法治教育课程 难免会有枯燥无畏的刻板印象 民政局期盼透过这种多元结合的教育模式 不但能达到目的还能引起兴趣 记者沈壮林景云三重采访报道